果然是缓难见真情 刚刚在美国打印家报官司的 好莱坞巨星约海尼德普又恋爱了 纽约邮报等多家媒体 今日爆出 德普在经历了几年 官司缠身的痛苦之后 终于又找到了新恋情 他正与一名叫做Joe Rich的英国律师交往 当年德普与英国太阳宝打诽谤官司的时候 Rich就是他的代理律师 而在不久前结束的 德普与前妻爱美国谢尔德的诽谤官司中 Rich虽然不是他的代理律师 但是也总陪伴德普上庭 显然俩人的关系并非客户关系那么简单 至于59岁的德普和37岁Rich 何时开始交往 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Rich拥有自己的事业 他是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 而且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更有意思的是 Rich目前仍是已婚身份 虽然他与现任老公感情破裂 但是并未走完离婚法律程序 当然作为专业律师Rich 一定知道如何快速解决自己的离婚官司 不过谈恋爱一直只看颜值的德普 这次对于恋爱的态度显然成熟很多 也许一招被蛇咬十年 怕井生 不过对于德普这样的性情多人 找律师做你有可能未必是明智的选择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一起看好戏 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